《福旗》 江大师其实一二年来什么就是 每天来喝茶 多时又来 千两个家来 三个人多 来了就喝杯茶 谁都可以来坐坐 我常在这里听乡亲们聊天 特别是08年地震后那段时间 大家一起分辣肉 分粮食 出入相有 守望相助 我特别希望能将这份温暖治愈延续下去 刚来是一二年 这个图碗是两块钱一个 给大家喝路边大碗茶 无论是相亲还是旅人 德贤在此驻足饮茶 希望他们不只是感受到 四川茶馆的新时代风貌 还能感受到慰藉 感受到感恩 郑老师 吴茂 对 郑老师 二哥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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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我们就一起跟你说一说 这个茶园的事和情况 然后待会再到茶园 我们这个黄金人村 以前是一个贫困村 第一的条件 或者各方面 有什么也不敢讲 镇上的其他村相比 比较落后 和我们的老百姓 现在能支出 这个首先是感谢我们 当地政府 为我们村上搞好的 这种基础材质 12年的时候 江老师他们 营修茶园子开就 就开始收这个海草 就我们这叫黄黄茶 我们制茶的鲜叶叫 黄黄茶 其实就是料黄的茶园里 无人采摘的茶树叶 虽然生长在荒坡 荒地 但是它作为 绿水青山的自然产物 也是可以充分利用起来的 今天我帮忙点采着 这个金鲜花的时候 我一天 就一个人 我的手就比较快 一天都能采着50斤 20块钱 就说我 我要挣钱 我要挣钱 全部拿钱 大家很高兴 我就一嘴也一嘴 从纪念之来说 我们村上都 茶叶和金鲜花 老百姓的整体收入 都应该是六十万戳头了 四万多五万戳的样子 茶叶这个苗子 明年三十分的时候 应该它起来了 就可以移栽到 各种家里面 留上去 从2018年 一直到现在 做了五年的核心科研的工作 就是怎么把增压时间 压缩下来 把原先十分钟的事情 比压缩到不到15秒钟 在最短时间把它增成 压成 避免了水汽 在茶叶当中的存留 改变了茶叶的口感 和芬芳 同时要更好地保存 茶叶当中的营养物质 这个实际上是 整个抵压茶工艺当中 在后期最为核心的一个工艺 一路走来 在技术上不断深耕 其实是源于总书记 五年前对我们的音音嘱托 五年前 总书记来到茶巷子 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当时 他给我们提了三点希望 第一 是要精益求精 我们就从制茶工艺上着手 完成了 减压茶技术的突破 第二个希望 是做成名牌 在这上面 可以看到一些细密的小 小菌丝出现 我们要想把高品质的 废衣产品推向市场 推向全国 推向世界 就必须按照世界通行的 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来制作 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小姑娘 她要喝这个茶 她认为对淋巴循环有好处 冲作的是健肥 很瘦的 这是我和我们的产品 第一次出海 也是茶巷子搭乘一带一路的东风 登上了世界级的舞台 总书记听了我们的汇报很高兴 提出了第三点希望 就是为一带一路的建设 多做贡献 今年 尼泊尔 意大利的政要 还有英国的 韩国的 俄罗斯的 各个国家的青年 都来这里进行了交流 前两天 还有俄罗斯的朋友 来我这儿买茶 我也在准备明年 去日本 韩国 开展一系列的茶文化交流活动 以茶为美 传播中国文化 我和女儿 经常做这种 创新融合茶的尝试 比如在茶里 运用咖啡的冷脆手法 或者是添加 朗姆酒 奶酪 以红西湖 咖啡机 来制作调配 带去文化的体验 和融合 让彼此 从了解 到达懂得 茶香的十来年 给大家伙 做了三杯茶 第一杯 是充满爱心 承载感恩的 路边茶 第二杯 是提升记忆 尊宠自然的 振兴茶 现在我们还在继续钻研 第三杯 相互借鉴 美美与共的 大同茶 我们希望 接下来 每年加以化 成 一带一路之事 不断传播 讲述好四川茶馆故事 中国茶文化 不断传播